4月15日消息 根据此前消息 小米13LTLA将亮相4月18日晚7点的小米斜光同行新品发布会 官方宣称其将开启一栋影像光学时代 今日 小米官方微博发文预热小米13LTLA 表示新机将搭载小米自研澎湃P2芯片和澎湃G1芯片 在这两个芯片的加持下 小米13LTLA的续航表现迎来大幅升级 在应急长续航模式下 即便是手机只有1%的电量 仍可续航60分钟或通话12分钟 可有效缓解用户续航焦虑问题 根据此前报道 小米13LTLA预计将选用6.7英寸PHD加显示屏 刷新率为120Hz 搭载骁龙8JN2移动平台 最高可选一TB存储选项 内置4900MR电池 支持90万快速充电 并预装预行基于N3U13的MIUI14系统 4月15日消息 根据此前消息 小米13LTLA将亮相4月18日晚7点的小米斜光铜型新品发布会 官方宣称其将开启一栋影像光学时代 今日小米官方微博发文预热小米13LTLA 表示新机将搭载小米自研澎湃P2芯片和澎湃G1芯片 在这两个芯片的加持下 小米13LTLA的续航表现迎来大幅升级 在应急长续航模式下 即便是手机只有1%的电量 仍可续航60分钟或通话12分钟 可有效缓解用户续航焦虑问题 根据此前报道 小米13LTLA预计将选用6.7英寸KHD加显示屏 刷新率为120Hz 搭载骁龙8Gen2移动平台 最高可选一TB存储选项 内置4900MR电池 支持90万快速充电 必预装运行基于Android 13的MIUI14系统